中国共产党下面所有的体系都是为了割韭菜 再跟大家说一遍 什么股市啊 债市啊 房市啊 社保啊 新能源汽车呀 等等 跟大家讲啊 什么太阳能啊 通通都是为了割韭菜 这些项目表现形式不一样 底层的逻辑全都一样 通过把傻子用贪婪诱惑把傻子吸引过来 然后让大家看见傻子获利以后 都进来了割韭菜 准确的说叫杀猪盘 都是杀猪盘 但是没办法 因为中国国内确实是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傻子太多了 就到这个份上了 咱们活到这儿了 中国国内还那么多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傻子 这也只能配合中国共产党洗脑洗的彻底 除此以外没办法 跟大家讲一下 在中国国内中国共产党做的所有体系 all of all 所有体系 记住了 除了银行 那是没办法 你绕不开 你只让他割你 他在利息上割你 你只让他割你 除此以外 啥都不要去投了 不要去碰了 那银行是没办法 你如果能换数字货币 换数字货币 能转出来 转出来 你割在国内的 除了没办法 你只能割银行 他被他割 剩下其他所有的钱都不要去投了 不要去碰了 你干啥都是被割 跑不了 你干啥都是被割 没办法 就跟股市一样 全世界这几十年 全世界的股市都看见了 跟中国差不多起步 比中国晚一些的股市 起步等等 从老的那些股市 大家都知道啊 什么美国的正现交易所 欧交所 日本的东京交易所 什么大阪的交易所 到新的 什么泰国的 越南的交易所 等等 你看看哪一个股市 能跟中国的股市一样 实践是简直里的 违标人 行不行啊 这句话无所谓 你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就行了 咱们看事实嘛 共产党俩上嘴车 一碰下嘴车 胡说八道 没关系 你看看事实 如果中国的股市 走出了全世界 都没有国的市场行情 全世界这几十年 都没有一个股市 像中国股市一样 你就知道 中国所有的中共的体系 股子里跟股市 都是一样的东西 都是为了玩死社会大众 杀猪 割韭菜的 这就是中国做的 当然如果你不听 还干没办法 有的是人 好良言 难劝该死的鬼 对吧 我从国内到现在 劝了三十年 别炒股 别炒股 除非你是当做玩乐趣 输赢无所谓 纯做乐趣 如果不是纯做乐趣 想挣钱 你千万别干 你一定死定了 中国这些体系里 都是一样的 有人跟我说 贾老师 这新能源 不是开始用的车挺好 对 挺便宜的 股市最开始进去也挣钱 最开始买房的也挣钱 买期货也挣钱 明白了吧 去看看什么叫杀猪盘 什么叫庞氏骗局 什么叫割韭菜 那得让先进来的人挣了钱了 让先进来的人得死 哎呀我们挺好 进来了 你们才会进来跟着 如果你们第一批猪进来就杀了 谁进来玩啊 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有没有人懂得赌博赌场的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新开赌场的时候一定要去啊 新开赌场的时候都会让你们赢的 都会让你们赢的 新赌场 让你们赢去那赌博的人赢的人大把才有效益才有更多的人去赌 知道吗 不是说你能赌你是赌神你是赌胜到赌场能赢钱 中国共产党干的所有东西跟赌场比赌场还狠都是杀猪盘都是割韭菜 让你们看见新开始用新能源的人不错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进去最后割你们韭菜 你们看看现在电费涨的什么奏性 你们看看新能源汽车维修成本有多高 对啊 还有人敢买 我只能佩服你胆的 这趋势出来了 您还敢买 我只能佩服您肥 您就是想死 真拦不住 还是那个话 好良言 难劝 该死的鬼 没有办法 养老的拿了养老金了 那社保才有猪可杀 大家才会去用 都是这样子的老话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没有任何治国经商人才的党 他留不住人才 原因马斯克自己都说了 他是个勾心斗角玩心思的东西 他不会有技能存在 所以他没有任何懂得治国懂得经商的人才 加上他起家本质上是个流氓地痞成性的党派 所以割韭菜杀猪是这个党唯一会做的事情 不管什么东西绕一千绕一万 最终最后中国共产党不管学了什么东西 名字叫个啥玩意儿 什么这个元宇宙啊 什么Weber 3啊 什么数字货币啊 什么电子商务啊 什么全民创业特色 反正不管啥玩意儿 到中国我跟大家讲啊 最终你记住了 什么玩意儿 最终什么风险投资创业投资 最终全是割韭菜杀猪盘 只要是中共领导玩的东西 最终全是这个玩意儿 就是万遍不连其宗 搞成什么 因为他骨子里就会弄那个 他搞什么 他学了个皮毛 他最后都得变成这样 只是区别在于 所谓的高新技术 最后这杀猪盘变成杀猪党了 也就是人家拿着中国共产党 是地痞土匪什么都不懂 狗屎一探的东西 做个一样的模式 回来杀 割中国共产党这个韭菜 这个猪 把这个拿走 但是踏踏实实干技术的人才 也是没有的 也是没有的 至于外面呢 外面就一样了 你说中兴通讯 大家记不记得前年去年 中兴通讯吹的有多牛逼 中兴通讯是不是恨不能 要把中国的芯片就腾飞就崛起了 把西方人都挤走了 有没有人还记得 记不记得去年八九月份 我出了一个中兴的一个视频 怎么讲中国芯片产业的 你们看看现在中兴 是不是跟狗屎一样 董事长又换人了 一个刚进东兴通讯 两个月的一个空降 当董事长了 这个里面全是勾心斗角 全是人际关系 怎么可能干好呢 中国共产党 什么玩意儿到中国 最后全变成这个东西了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玩意儿 听得明白了吗 有人还说 翟山英不知道真虎两度 永远不从军事角度 未看待中国为啥要割韭菜 告诉你啊 你不要偷换病皮 这一看就是坏蛋啊 这个人就是坏蛋 这个人就是坏蛋 问问题的 中共跟中国不是一回事 中共割韭菜 听明白了吗 我从来没说中国割韭菜 我说的是中共割韭菜 有时间你们去问一下 XGDP 党 国家人民区别是什么 XGDP怎么回答你 极清晰 中国共产党才割中国人的韭菜 国家是 不会的 知道吗 政府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 这种玩意儿 这种狗屎玩意儿 这种王八蛋 也不会的 听懂了吗 刚才那个问问题的人 就是坏蛋 就是典型的坏蛋 知道了吧 大家就看出来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都留着咱们那个东西呢 他故意混淆很多概念 很小 很多是非 就这个什么最想念 忌 什么忌忌 听明白了吗 这就是个坏蛋 这就是典型中共 黑了心到这来捣乱的 他故意混淆很多很多的概念 很多很多的逻辑 然后呢 用让大家在不明白的情况 不清楚的时候 以为这个逻辑怎么样了 中国共产党是王八蛋 是混蛋 是流氓 他把中国人当做主宰 把中国人当做奴隶 为他们自己提供所有吸血的 吸出所有东西的工具 他在全世界运行的逻辑都是不对的 懂了吧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而且这个党他坏在哪 坏在哪 他跟中国历史文化没关系 中国共产党最近有一个小学生 在网上 小学生 在网上高年级的问老师的问题 给老师问啥了 在国内很火 我差点说一下 这个老师告诉他 我们国家现在传承的是 5000年的国学思想跟文化 这小学生起来就说 不是就说老师您胡说八道 老师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现在学的是德国人的思想 或者叫俄罗斯人的思想 这个国家现在整个运行的管理体系 东西都是从一个叫德国 马克思这个人出的 所谓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 和俄罗斯苏联的共产党来的 这个国家现在形成的管理体系 跟5000年的中国文化 中国共产党叫封建迷信 没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打击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 是把5000年文化全阉割干净 认为那是糟粕的一个党 我们学的全是来自于德国 或者俄罗斯的思想 给我们形成的统治逻辑 丝毫跟我们5000年传承的东西 没关系 所以老师您讲的全是错的 一个小学生 然后那个说完了 这说完了老师牙口无言 因为确实是我们现在学的哪些东西 老师上课是给你讲过去古代的经典 还是给你讲马克思主义 这马克思主义是谁 是那么老外创造的 跟中国有屁关系 所有共产党建立的东西 全是西方来的 典型的老外的东西 跟我们5000年屁关系都没有 对网上有一个视频 怼的可好了 大家有时间可以好好看一下 谢谢大家 财经脱口秀 谢谢大家 听我瞎嗶嗶 大家一定要快乐 谢谢